张小龙在台过期戏油嘴捧林依晨 我们让小龙老师来感受一下 来自桃园热情的尖叫声 一二三 看到张小龙就忍不住重播这一段啊 对不起言归正传 温太医张小龙今天在桃园出席表伤七戏情人节的活动 该在台湾拍戏的他功能性越来越多了 嘴巴倒是不变的能言善道呢 我觉得每一位美女身边都有你们自己的温太医 听起来怪怪的 是指女生旁边都会跟一个公共话 对不起又忍不住了 话说回来 日前他被直击和林依晨合作九把刀的芯片 台面上演着求婚被剧的戏码 来聊聊台面下有什么火花好了 电影啊因为是跟依晨合作 我知道依晨这也是我们台湾的金钟事后啊 刚合作起来感觉的 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非常敬业 也非常的nice 我看到没有真的是能言善道啊 原来我还在想金钟事后会不会很牛啊 但是完全没有 比如说我的领阶有点不正 她会马上告诉私装会给我整理 所以她非常一个挤贴入微的女孩子 我很喜欢她 真问到七夕有没有过节的对象 她还在那里能言善道啊 七夕很重要啊 七夕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能够对自己喜欢的人表白 但是呢如果你心中有爱 每天都应该是七夕 好呗 自从习贵人爆料 温太医啊就是个闺蜜 我们也就知道不用再苦苦想逼了吧 苹果娱乐online 边陡四 Kid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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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